大家好 又是我伊芭芭芭 指紋樓梯響的見面會 到底什麼時候搞的 研究過不同網友的意見 我覺得最重要是一起吃東西 希望吃好東西 我又不想大家那麼辛苦 撲來撲去 我覺得最簡單就是旅行團 我最終聯絡了一間美食之旅 找了一個周小姐去處理我們這個行程 一天團就在深圳集合 然後就會上中山 就會走這個深港通道 大家一起感受一下深中通道的宏偉 至於吃什麼 行程是怎樣的 好 現在去片 這個就是美食之旅給我的單張 右上角看到是周小姐的電話 她的員工編號 和WhatsApp號碼 中間看到行程的簡介 中山 中山Citywalk 極速體驗400億超級工程 右下角就是價錢 平日周末都是這個價錢 189元起 大小銅價 左下角就是寫著一個團號 B16007 食足三餐 果圓酒地雞加燒鼠冬瓜忠宴 唱油騎樓步行雞 順玩一天團 冬瓜忠宴就是當日的午餐 中間寫著這裡就是 王牌推介 絲房沉龍沉香雞 再加天麻沉龍魚頭湯 每位照片 這張就是烏魯伯絲房菜給的照片 很豐富 造型很漂亮 希望很好吃 這間就是個晚餐 絲房沉龍沉香雞加 每位天麻沉龍魚頭湯 行程就是在深圳出發 在羅湖口岸的早上9點集合 深圳灣口岸的10點集合 經過深中通道 全程24公里去到中山 午餐就是在果園酒地雞 燒暑冬瓜忠宴 然後去一個百年市集 叫做沙江區 下午茶會每人有一碗雙皮奶 免費的 然後會去酸民西路步行街 兩邊都是騎樓雙連移城的商業街 充滿了濃濃的南洋風情 之後會去中山古浪最知名的三溪村 晚餐會去烏魯白絲房菜 然後又經過深中通道回深圳 我問過周小姐 她說回到深圳大約8點左右 所以不會太晚 為什麼要選8月11號 因為原先我想要選8月11號 但我看通勝是諸事不宜 8月25號又是既出行 8月11號就適宜出行 我特意上網做一些功課 看看景點是怎樣的 讓大家有了解 知道去的行程 到底那些地方是怎樣的 吃完中午飯 就會去沙江區 以前那些是逢初一十五 還是怎樣才聚集在一起 有個區 就是這樣解釋的 沙江區是中山市 一個傳統的市集 已經有五百多年歷史了 這個區也很大 有分海不同的區域 水果區 茶葉區 陶瓷區 菜市場區 服裝區 盆景區 古錢幣區 也有家居區 燒烤區也有 接著會去另一個景點 叫孫文西路步行街 這條街以前叫迎恩街 自從1925年孫中山先生逝世後 為了紀念孫中山 改名為孫文路 這條街有百多年歷史 這條街是以前舊城區的 商業中心地帶 店鋪臨立 繁榮興旺 充滿了這些民初的氣息 我覺得大家很適宜來這裡打卡 我們又會去到 有中山古浪最之稱的三溪村 這裡是為了中山而保留了最完整的古村 充滿了古樸寧靜的氣氛 休閒自在地建一個村 你會看到白牆、青磚、古老大屋 很開心他們可以保留下來 令人感覺到晚清文初的時代 現在這裡變成不同的私房菜 酒館、咖啡店、文青創作基地 到底它像不像廈門的古浪墜 去看看才知道 看完行程是否很吸引 我也覺得很吸引 他是吃三餐 其中一餐是下午茶 送一個雙皮奶 也好 送好就不送 我覺得這個行程的費用都很合理 希望大家踴躍參加 你們可以叫家人一起參加 幾多位滿額的 其實基本上沒有 我猜都不會很多 他一車最多最多是坐44人 如果30人都可以成團 你們可以和家人一起去 大家聊聊天見面吃東西 又可以離開香港 又去到中山 不是上深圳那麼近的 我覺得都挺好 走心中通道都很快回到深圳 我問過了大概八點鐘左右 就會回到深圳 所以大家都不會太晚 我預祝這個行程 大家都會玩得很開心 去旅行的要帶什麼 帶一個愉快的心 有什麼不明白 最好就是問周小姐 WhatsApp她 我希望到時見到你 拜拜 多謝大家收看 記得訂閱分享和留言 還有最好追隨我的Facebook和IG 多謝收看 拜拜